ilojaPro ixk aa'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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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s noseclin 最近已改天氣 有時 cuma已經改天氣 或者尤其是早晚或有時煎炸東西的時候 喉嚨不聽話 而且我們這行經常都會說話 可能對著客人或者觀眾 做節目的時候都會說很多話 變成聲音有時會覺得勞損了 我保住發聲通常買了蜜糖 早晚吃一斤 看來你也很知道 不過除了這件事外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呢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你有沒有好介紹 身為中國人 我們也是女性 其實多吃中式的糖水也有幫助 配合天氣就可以滋潤身體 說到煲糖水了 你是不是有心得呢 如果是教我吧 心得 當然有 身為我是一個餵食妹 當然很喜歡吃東西 除了經常介紹很多不同的美食給大家 其實我是一個很聰明的女生 自己也會在家裡有空煮一下 煲一下糖水 煲一下湯 平常就是知道你餵食 想不到你有心得 不如這樣吧 你不如煲一些東西 給大家潤一下吧 嗯 今次就教大家這個 煲糖水 一個中式糖水 腐竹糖水的秘訣 下一次我就親手煲一大煲回來 潤一下你 好啊 說到煲腐竹糖水最重要的主角就是腐竹 原來腐竹不要看它薄薄的一層皮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用豆漿而加工而成的 它吸收了全部的精華 就是豆品之中營養價值最高的一件 嗯 這個就是我會加進去比較特別的 你知道嗎 白盒 啊 好厲害啊 果然是有煮食的 一般我問很多朋友都以為是蒜頭來的 那煲糖水我怎麼會加蒜頭呢 這個就是鮮白盒來的 鮮白盒是否在街市可以買到的 是的 其實鮮白盒很容易買到 你看到它本身買回來的一塊 就可能有少少泥黃色或是髒 不要緊的 洗了之後用刀刮一刮髒便可以用 那需要浸嗎 不用 很方便的 你撕開它一塊塊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甜品的重要主角 就是冰糖 冰糖來說是否有些清潤的感覺 就比黃糖沒有那麼膩 其實不同的糖就會配合不同的糖水 譬如你煲紅棗水 我們都會用冰糖或選擇用片糖 或者謝糖 其他不同的糖 嗯 這個就是你一定很喜歡的 就是有美白功效的二米 二米其實是怎麼選的呢 二米怎麼選的呢 就不可以問我了 要問一些專業的人士 可能約財店的老闆 我只知道貪美的我就知道 二米是有美白功效的 所以女生吃多一點是好的 你知道二米是有分生二米和熟二米的嗎 咦 那這些是生的 對嗎 嗯 沒錯 還有當然是雞蛋 因為蛋花在苦竹糖水裡面都很重要 除了可以幫它調些顏色之外 你還吃下去會有些其他的口感 我的材料其實很簡單 數起來也只不過是五樣東西 開始教你們了 準備好嗎 準備好 嗯 因為我用這個就是生二米 對嗎 對 其實洗乾淨之後 就不需要特別去浸過東西 或者怎樣處理 只要我煲了一鍋滾水 然後就首先把一些二米加進去 為什麼會加二米呢 因為想把一些二米煲油 當然了 接著就要加我的主角了 其實我的配方裡面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可能一般的人都會把苦竹浸軟了 然後再把它分細快一點 那我就不是的 我就會整塊放下去 但是你不覺得是比較不方便嗎 其實不會的 因為我用的是熱水 那我的作用就是 會想把它的苦竹 放在糖水裡有一個層次感 為什麼呢 首先放一次 把它煲到好像豆漿的顏色 就變成了奶白色 但是我想問 煲的火候是要很難控制的 你知道嗎 對 其實開頭我就會先調大火 加了之後 當然因為豆漿的製品 或者奶淚有時候煲 都控制火很困難 所以我就會選擇用這個微火 一個比較溫和的火去熱熱它 嗯 嗯 我想問一下你的苦竹 怎麼煲難它呢 煲難它呢 這個也有很多的竅門 是啊 我發現我用這個方法煲 其實真的可以用的 首先用大火 然後用水 把苦竹一塊一塊放進去 其實它一直煲 可能半個小時 或者45分鐘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它已經融得 好像豆漿的顏色 嗯 然後我再加第二次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想第二次的苦竹 煲得不爛 第一次就煲溶完 整個苦竹糖水 就會好像豆漿的顏色 是沒有形狀的 對 就會很漂亮 然後第二次加下去 就會有那個層次感出來了 哦 原來分兩塊 是啊 然後就是加雞蛋 雞蛋我會有些特別的處理方法 就是首先我會用了三隻雞蛋 就攪起它之後 就攪拌它 然後才分勻地 快手加進糖水裡 是 嗯 做了一些蛋絲出來 對 因為我喜歡做蛋絲 看上去整碗糖水都會比較好看 其實一般都可以嘗試一下 用鵪鶏蛋 或者是煮的雞蛋都可以代替 接著就要加我的重頭器 就是鮮八盒 是否最後加的 對 為甚麼 鮮八盒是很容易煮難的 炒菜也是最快 最後的工序加進去 而快煮就可以處理好這個八盒 其實是否要煮軟的 其實不是的 因為八盒本身是爽口的 所以要保持爽口的感覺 就一定是最後的時候加 然後煮兩煮 攪拌兩攪 就可以關火 就可以了 當然啦 關火之前就要做一個工序 是甚麼呢 糖水來的 甜的 所以我們就要加冰糖了 嘩 這碗糖水我真的很想試一下 是否看到也很想吃呢 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成功感 因為我不是定日做的 不過今次做得這麼成功 我也很開心 其實腐竹就有很好的作用 不要看它一塊 好像沒甚麼看 其實它有很好的健腦作用 它是可以預防老人痴癌的徵兆的 嘩 吃多幾碗了 可以防止老人痴癌 對 因為裡面的營養價值很高 當中它這個菊胺酸的含量非常之高 和其他的豆類或者動物性食品 是多了二至五倍的 嘩 而且腐竹裡面還有它的輪脂 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含量 就可以達到這個 預防這個高脂血 或者是動物硬化的效果 其實呢 雖然腐竹的營養價值很高 不過有些人不適合吃 例如患有腎炎 腎功能不好的人 最好不要吃 或者吃少一點 因為會引起血液中 它會排斥蛋白鹽的增高 聽你這樣說 對血液來說可能是有幫助的 對嗎 對呀 還有可能糖尿病 或者患痛風的人 都不太容易吃 所以觀眾都要注意一下 對呀 Tinky呀 那你又知不知道 怎樣選擇到漂亮的腐竹呢 通常我去到街市的雜貨店 都會跟店員說 給我100元腐竹 就是這樣而已 嗯 其實腐竹裡面分了三個質量 顏色越淺的話 營養價值其實是越高的 咦 這樣的嗎 對呀 因為很多腐竹的製作過程 都可能添加了一些 發酷的物質 就叫做雕白塊 它就會令腐竹看起來很鮮明 很鮮亮的 所以盡量不要選擇那些很鮮亮的腐竹來買 原來有些腐竹有些亮亮的感覺 就真的不要買 對呀 因為釣白塊這件東西 可能會分解到甲醛 二氧化瘤等等 這些化學物質 所以千萬不要買 咦 那些食物被人加工 對呀 吃得多對身體也不好 這次我就教了一個小甜品 教大家煮腐竹糖水 去美顏和滋潤一下 那下次可能就會再教大家做其他食物 優質生活台 除了可以在電視機看到之外 還可以登入我們的網站 3w.aplus510.com.hk 收看我們所有的節目 現在還有一個最新的方法 就是用iPad和iPhone 收看我們所有的節目 只要在你的iPhone或iPad上 進入App Store畫面 在搜尋功能上面 輸入APUS510 之後按確認 畫面就會搜尋到APUS510的地方 這個時候 按進入APUS510的地方 畫面會進入下載APUS510的版面 你會見到有關APUS510的簡介 只要輕輕一按3 3就會轉變成Install 按按鈕 畫面就會顯示 需要輸入閣下的用戶名稱和密碼 確認之後 會出發去主畫面 APUS510的地方 下面會表示正在安裝 只需10秒鐘 你就成功下載了 你可以立即使用APUS510 app 重溫歐質生活題的節目 這樣就可以隨時隨地 看到我們的精彩節目 現在下載APUS510 app 還可以得到神秘禮品 方法很簡單 只要進入APUS510 app 在畫面底部 選擇留言 進入留言版面後 首先輸入你的姓名和聯絡方法 然後再在下面主題 選擇換領神秘禮品 然後提交 我們收到之後 就會聯絡你了 還不拿你的手機出來下載 千萬不要錯過 Sweetheart狗仔美育園 由榮獲升級染毛大賽冠軍的 升級美容師 Sukilo主理 絕對是你的小狗最佳的 扮靚選擇 預約熱線 2320 0560 快帶你的小狗去扮靚靚吧 善藥方 由恩艷容中醫師主診 專醫各種痛症 皮膚問題 專長中醫針灸 以及簽體條理療程 是中醫治療的新一代保健中心 請電31885670 善藥方 預約診症 Ki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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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恐懼症 我看到街上 尤其是旺角 尖沙咀鬧市場 那麼多人 我就覺得很害怕 壓迫感 是嗎 我不覺得 我自己很喜歡去購物 所以我不怕人群 甚至我要湧入去買東西 逼一下才開心 嗯 嗯 我覺得 應該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人 或者有些店 可以像多拉A夢 有個百寶袋 要什麼呢 就從百寶袋抽出來 你說多方便 要買禮物又可以抽出來 去街市買菜 又可以抽一條魚出來 多好 你這個想法 其實 我想很多人都想的 不過 今天 我就像多拉A夢 做一個隨意門 我們一起去看看 其實你知道香港是有這些地方的嗎 真的嗎 那你要帶來看看 好啊 就是這裡了 Cecea 你看看 第一件的物品是什麼 什麼 指甲油而已 有什麼特別呢 這支指甲油 是UV變色指甲油 UV 真的防曬嗎 指甲不會曬傷 是什麼意思 不是 是UV 受陽光底下 影響到指甲油會變色 即是塗完之後 如果受到陽光 受到UV 就會變成另一個顏色 沒錯 就像金色一樣 如果日光 就會變成紫藍色 紫藍色 那銀色又如何呢 銀色會變成紅色 真的很狡惑 是啊 所以說 如果我們去街之前 早上我們會穿些煎色的衣服 我們可能表面上會有些顏色 指甲油 對 晚上我們轉了一套衣服 又不用再油過了 完全是可以變色 那真的很適合我 早上可能跟朋友去逛街 約你去逛街 吃午餐 可能會穿一些樸素 顏色的指甲上會更漂亮 到晚上了 要去吃晚餐 或者約朋友去聊天 可以穿一些隆重 指甲又變淡一點 不用搶過這套衣服 是啊 所以我覺得一舉兩得 這些貨品 我又覺得很千奇百趣 但只有一件事 我就不覺得很千奇百趣 這樣嗎 說明是隨意門 我們進去 因為自然就會有很多很多東西看 是嗎 我們先介紹一下 這一隻就是馬油 這個北海道的馬油 其實我也用過 你知道成份是怎樣的嗎 其實馬油的脂肪油膩 含有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 亞油酸和亞麻酸 加上植物提取的天然保濕成份 是可以製成這些護膚品的 嗯 作用就是滋潤一下身體 每一個部份 對嗎 所以我拿過上手 我試過 其實它的吸收力非常快 而且一會兒會乾爽 我自己也有用過 因為我爸爸一向都用過 冬天用來擦身體擦手 我都試過用上手擦 其實它的滋潤也不會太軟 翌日手就不會有裂紋和太乾 所以說這些天然護膚品 其實也不會有香料的成份 我就很喜歡了 不過這件事真的 我每次都托去日本的朋友 或者我們去旅行 或者爸爸去日本的時候 買回來 我沒想到香港也有 對呀 而且香港買這些產品也不是很貴 所以我就覺得我會買 我會 機票錢也省下 這個地方確實好 不過也只有護膚品 化妝品 還有其他更多東西買嗎 當然有 一起去看看 Cecea 你覺不覺得很多人 都會為自己的電話裝飾一下 對呀 尤其是我的智能手機 我幫他換衣服 多於我自己的 你知不知道iPhone 現在出的精品 越來越多 簡直五花八門 你知不知道 這個粉紅兔子 iPhone兔子 有甚麼巧妙的東西 巧妙的東西就是 它在扮演一隻兔子 當然像 還有它有小尾巴的裝飾 它還可以拆開 放進去 你覺得像不像一隻兔子 現在看到了 好像一顆圓形的Momoko 對呀 所以就算iPhone專門店 也不會買到這些iPhone套 的確有趣 為甚麼看看買珠寶首飾 這隻不是非一般的戒指 非一般的戒指 那麼厲害 它好像有很多卡 你知不知道這隻 是皇室成員的戒指 皇室成員的戒指 竟然可以這麼容易擁有 不如我講解這隻戒指的背景 其實英國的皇室成員 是一代接一代的 流傳一隻戒指 就好像家傳之寶 一邊傳下去 對呀 威廉王子也快娶她 未婚妻Case 這隻戒指 也會很快地在Case的手上 對呀 這隻戒指 在香港來說 可以賣 這樣便可以 每個人都 擁有皇妃的人 不如我和你也買一隻 好呀 好呀 這是甚麼 這隻呢 就是甜心鼠 甜心鼠 可以吃的嗎 我不可以說是一隻隻來形容 這是一個Mouse 嗯 即是我們平時電腦用的Mouse 對 那它有甚麼奧妙之處 甜心是甚麼顏色 甜心是紫色 你覺得是紫色嗎 在我心目中是紅色 所以這個Mouse 插入USB中間就會發光 紅紅的顏色 所以這隻叫甜心鼠 原來是這樣的 咦這些呢 這麼有趣的遊戲 不是呀 好像是煙灰缸 提真點 對呀 你看看 送禮呢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是一個這麼花巧 亦都很漂亮的圖案 煙灰缸 煙灰缸 有很多不同的圖案和花紋 我看到它有個法字 好像麻雀 是嗎 對呀 你知道有很多的設計 有中國的Feel 也有的 好有趣呀 咦 這個是做甚麼 這麼小的杯子 下來喝水呀 Kinky 不如我和你玩一下 玩一下 是甚麼來的 這個就是井子過三關 井子過三關 在杯子裡玩 這麼可愛 以前我們小時候用紙筒筆 是啊 大過了是時候要喝杯 啊 18歲之後才可以玩的 看看你喝甚麼 其實也可以喝可樂 或者酒 這是一個新遊戲 你打算教我打哥爾夫球吧 哥爾夫球 我們可能要去草地打 但其實如果去一些娛樂場所 我們都可以打 怎樣打 用手指打 不是呀 用這一個遊戲去玩 這個好像很有趣 很讚鬼 對呀 只要你是入洞 你就可以有加分 這遊戲是可以計分的 那這個呢 這麼多杯子一次過喝完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一個龍盤 這個要在澳門賭場才可以玩 不是呀 這個應該是在家裡玩得 拿出去跟朋友玩也可以 是嗎 乘巴士又可以 乘的士又可以 不錯呀 但它是否要分兩檔人玩 嗯 沒錯 或者不是呀 幾個朋友都可以 還有呢 還有甚麼有趣 最喜歡玩的 這麼有趣的這個 這個紙筋 嗯 這個是Gaming Game 咦 很多隻杯 首先我們摘色仔 由第一步開始玩 如果摘色仔 例如去到三個位置 有條樓梯 我們就可以把棋子飛過去 但如果看到有隻杯 杯裡面有杯中蜜的話 當然要喝了 整個遊戲就可以很快 去到這個終點 在終點之前 你喝多少杯呢 會不會醉了呢 那就不知道 咦 真的挺有趣的 這個呢 塵塵碟 你有玩過嗎 我很厲害 絕對 你可以搭到多高 嗯 我不記得 但我是可以 不會輸的那個 那我想問一下 玩塵塵碟 為甚麼會喝酒呢 玩塵塵碟 為甚麼會喝酒呢 是否看見他 應該搭不上 或者不出一條 就要喝呢 嗯 沒錯啦 我竟然真的猜中了 還有呢 還有甚麼有趣 甚麼來的 這些呢 簡直是童年的回憶 哦 巧巧 印仔 對呀 這些東西 我一看 令我想起 以前小時候 對呀 有些小印仔 對呀 我小時候最喜歡玩 吸到一些功課 手塗 全部都骯髒 那你有多少隻豬呢 沒有 有多少隻豬 我自己吸出來的 嘩 這個足球遊戲 你有沒有玩過呢 當然有 我經常輸 為甚麼呢 我是手腳不協調的 對呀 對呀 我也有玩的 我覺得挺好玩的 這個遊戲 我覺得男生會喜歡玩這些 足球運動 活動多些 例如打機 或者包括這些 遊戲類別 他都喜歡玩 嗯 你知不知道我 看到這個足球遊戲 我就想起 有一次我逛街的趣事 我在一間名店店的家品部 我都看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正當我嘗試玩的時候 就寫著請襪觸摸 然後它的尺寸是一張飯桌 那麼大一張 整張都很漂亮 你猜一下桌子賣多少錢 嗯 幾千元 幾千元 幾千元都不知道 買到一個中間的球員 他賣39萬 39萬 他用金做的嗎 不是呀 全張都是玻璃 不過這些 可能是外國一些名的設計師 去想出來的頭腦 雖然的確是很特別 如果家裏有這樣的桌子 但要39萬才可以招呼朋友 嘩 39萬嗎 嗯 39萬才可以招呼朋友 來你家玩 嘩 那我真的沒有那麼多錢買 不過可不可以看看 都可以的 或者去你買一張送給我 蛤 就剛才那張 嗯 也好 我是說格仔店的樣子 都好 好